請集羅 林德廟城隍宗教文化節系列活動 自農曆六月一號起 度序登場 之前廟房也召開記者會 敲響銅鑼告知民眾這個好消息 從六月初開始到六月十五月 五月系列宗教文化活動 六月初就有請我們所有的 從六月初請去聖王順順營到保平安的心存請回來做客 再來就是漢學團的表演 綜合四季的邪教 邪教就是我們住宿大典 十個平安邀請多人 因為疫情之後 所以很多我們全國聯議會有些優教廟 都要參加我們的平安邀請 再來就是我們另外 我們廟裡這邊 另外還有請一些頂頭 要提供這個老爺 讓這個老爺 我們再玩玩 再老爺 寧德廟城隍宗教文化節 是祖山鎮的年度盛世之一 仙怨陳怡靈也感謝廟房的用心 讓活動一年比一年熱鬧 我記得從小時候 我們一年所期待的 就是這個六月十五的老爺 我記得說就是很多大頭 然後就有很多很多外地的人 來參與這個宗教盛世 宗教的一個活動 其實它也是一個無形的文化的一個資產 它能夠創造地方非常多的一個觀光客 以及一些經濟產值 尤其是在地方的那個情感上面 我們非常高興 每一年每一年 我們的寧德廟管理委員會 他們都有在做更大的更新 然後有更熱鬧的一些精彩的節目 仙怨女號也邀請民眾 把握時間前來到竹山 參與著有小過年之稱的 林德廟城隍宗教文化節 那也在這裡還要邀請我們許多 不管是各縣市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來參加我們的竹山林德廟 我們的城隍野的文化祭 那到時候也可以來這邊 不僅是體驗陣頭文化 還有我們的竹山小鎮的老街 同時也可以有許多竹山的特產 可以趁這時候能夠一起買回家 那所以請大家告訴大家 大家一定要把握 這個一年一度的盛世 我們竹山的小過年 我們的春花文化祭 透過林德廟城隍宗教文化節的辦理 為地方帶來熱鬧氛圍 先月五月方 祈求城隍野能夠持續庇佑地方鄉親 城隍野宮聖誕千秋 一年比一年老人 人潮非常多 城隍廟的香火鼎聖 城隍野宮都會保佑大家 來這裡參拜 都會合家平安順利 議長和聖鳳公住城隍野聖誕千秋 也邀請民眾有時間 都能夠前來到竹山體驗感受 城隍宗教文化節系列活動的熱鬧氛圍 記者盧依凱竹山採訪報導 請工作人員 集團 在此後 衛生里 杜山 記者 基本 地 組成 它